《衣冠禽獸》 華人衣冠禽獸原來是一種讚美? 你沒聽錯呀? 在古代,華人衣冠禽獸 其實是在讚他 當中有什麼淵源呢? 讓我慢慢跟你解釋 古時候,衣服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徵 穿戴有嚴格的規定 朝廷官員的衣服上 禽獸的就是各種禽獸 其中,文官的衣服上瘦有各種禽獵 例如鮮鶴、雞和孔雀 武官的衣服上瘦有各種瘦類 例如獅子、杜虎和孔 所以,衣冠禽獸 指的就是這個人有身份、有地位 直到明朝中晚期 宦官掌握了朝廷大權 很多文官、武官人人自危 甚至幫宦官欺負百姓 於是,百姓就用衣冠禽獸 被諷刺朝中的宦官和大臣 衣冠禽獸這個詞語 亦由讚美變成了批評 瘦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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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瘦了